一条黑色纹路划过雪白脸颊 它们是生活在南极的夹带企鹅 根据科学家最新调查 夹带企鹅50年来数量大幅减少 整座巷岛夹带企鹅数目比1971年少了将近60% 一些地区甚至减少77% 专家表示夹带企鹅的主食林虾 因为全球暖化海滨变少而锐减是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2月6号才在南极北端埃斯佩兰萨 测到摄氏18.3度破纪录高温 气候变迁 冲击食物链 不止企鹅 海豹 鲸都会受影响 健康的海洋生态是抵挡气候变迁的重要元素 环保团体希望2030年以前全球30%海域能受保护不被利用 联合国将在今年3月底展开第4次全球海洋公约谈判 希望能有效规范海洋资源的使用 进而改善向气额大幅减少这样的生态悲剧 大家新闻 张国田编译